理財分半鐘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半鐘 林修詠 大學生多數會收到 學校寄來的1098T表格 在報稅的時候有什麼用呢 1098T表格最主要的目的 是記錄了大學去年收取的學費和集費 通常是放在表格的第一項 有些大學是放在第二項 此外表格上也記錄了學生在去年獲得的 獎學金scholarship和助學金grant 兩個加起來的總數是放在表格的第五項 請留意兩個稅例 第一,學生繳付的學費、集費、書本、電腦等費用 假如超過獎助學金的金額 就有可能被父母用來拿抵稅或者扣稅金額 假如子女是父母的仇撫養人 dependent 父母報稅的時候 是可以拿到最高2,500元的美國機會抵稅額 第二,假如獎助學金的金額 超過學費等等的費用 超出的金額就要成為學生的收入 但是由於學生有6,300元的標準扣稅額 standard deduction 只要學生的收入包括這些超額的獎助學金 和其他的收入不超過這個扣稅額的話 就不需要繳納收入稅 甚至連報稅都不需要 由於大學學費可能用來拿到稅務優惠 報稅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將1098T表格交給你的報稅司來處理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本中見面